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坐诊行医的胡万林却神秘失踪 七个多月后 这位号称治愈过200万患者 却有屡被取缔的神医 又在河南省商丘市 一家名为魏达的医院重新开诊 开诊仅仅只有三天 就有患者家属控告他非法行医 致死人命 那么这位神医 到底有没有合法的行医资格呢 又是如何来到商丘 如何给病人治病的呢 前不久我们对此进行了调查 1998年10月1日 河南省商丘市魏达医院门口 贴出了这样一幅横幅 草包医院荣衣无能 草菅人命天理难容 我母亲的症状态就很正常 他包括这次去治病 自己去出三天车 去到魏达医院的 但是吃过油以后 三天 一天比一天症状严重 就短短的这几天内 就突然去世 我们半干脑不可思议 傅磊的母亲何素云 是商丘市的一名退休教师 因患高血压 于98年9月28日到10月1日 到魏达医院看病求医 在连续三天服用了 坐诊医生胡万林 开出的中药后 10月1日下午5点 在魏达医院去世 在那个欢迎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求这个魏达医院 院方给我们做出结舍 胡万林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怎么要给我们去下的雨 对方的答案 对方的答案 这个医生现在都不在 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就报警 98年10月1日晚8点 商丘市公安局隋阳分局的干警 赶到了魏达医院 但坐诊行医的胡万林 已经逃离现场 我们的干警到了魏达医院之后 就发现胡万林 火箭了 为什么要找胡万林 因为当时呢 开明的医生是胡万林 我们找这个医生 就是让他来处具 这个性依资格的证明 文件 10月9号 胡万林从外面翻汇 我们10月11号 证实敌案 离案的原因是什么 离案的原因 主要是在胡万林 实现非法性疑 进行离案 根据我信法 第336条例 第一框的规定 未去的医生 职业资格的人 谨慎 真要活动的行为 是非法性疑罪 1999年1月16日 胡万林因涉嫌非法行医 被批准在乎 这就是胡万林 四川省绵阳市石板乡 刘家村人 1949年12月16日出生 1983年 因犯拐卖人口诈骗 故意杀人等罪行 被四川省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1997年提前获释 你这一次进监 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次进监 然后他们就说我非法行医 把我抓进来了 我想 他妈不是腐说八道吗 你懂法吗 你在办案里 狗东西懂法吗 按照卫生部颁发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 只有省级以上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才有权认定医生的作诊资格 那么胡万林自行医以来 是否取得过这一资格呢 你现在有没有计算过 不是你到底一共看过多少病 到底啊 可能是两百多万人次 两百多万人次 对 一共在哪些地方开过医院 新疆 太原 太原 新安 新安 就是这个上丘 那从新疆开始到太原 一直到中南山 到上丘 有没有拿到过 由省以及卫生部门 发给你的医师证书 省医学院 就是那个中医研究学院 发给我教授证书 哪个地方的中医研究学院 中国中医研究学院 中国中医研究学院 对 什么时候发给你 前年 这个证书现在在哪 证书现在在北京 有没有见到过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教授证书 这个证书是一个非语言 别人一定给出了这个证明材料 纯术许佳 造假 那你们最后怎么认定 胡外林是非法行医的 因为他所提到的 任何证明他 性以资格的证明文件 这证书 我们川普都进行到一一一落实 基本上都被我们包定 而且别人呢 也出去了这个证明书 证明材料 他们将这个证书 迅速造假 我们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证书 根据办案人员的调查了解 胡外林97年初一后 先后在太原西安等地 开设医院坐诊行医 但都因没有行医资格 先后被当地政府所取缔 胡外林从1993年开始呢 分别在新疆 山西 陕西等地呢 开办医院坐诊行医 但又先后被当地政府所取缔 那么这位号称 治愈过200万以上疑难杂症患者 但又屡被禁止的神医 是如何来到商丘的呢 刑医三年 胡大师没有医生资格 我们现在不要证明 我说你要是都是假的 我要证明 接受考察 胡外林坐诊商丘 他们说这种不是人 做的事 他说我是个神 对这个神 认识也不够承认 卫大医院怎样开业 胡外林如何来到商丘 请继续收看新闻调查 1998年9月26日 商丘市之家名为 魏达的股份制医院 隆重开业 在七个多月以前 刚刚被陕西省有关部门认定 是非法行医的胡外林 成了该院的座上宾 魏达医院的院长刘文春 在开幕式上正式宣布 胡外林为魏达医院 唯一的坐诊主治医师 你跟商丘方面 最早的接触是什么时候 我没有和他们接触 是他们卫生区 搬起行医制造 拿起品签书 到北京来请我来的 那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他们证件已经给你搬好了 这个一切都合法了 所谓吃一欠 长一智 胡外林之所以要来商丘 主要是商丘市卫大医院 给他办了一本 中医副主任医师的证书 那么这本证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99年1月 魏达医院的院长曾接受过记者的电话采访 我想知道那个 胡外林是咱们医院请来的大夫 他有没有刑医资责啊 有被我们不承认 我们自由通过 魏达医院 所有的作战 我们阻止的 胡外林被正式逮捕后 刘文春至今下落不明 但根据办案人员的调查 刘文春自97年以来 从商丘市卫生局停息流之后 开办了魏达医院 由于前期投资过大 患者又寥寥无几 98年4月 找到了当时的卫生局副局长刘锡健 他跟我说西安有一个中医 治疑难杂症 疗效比较好 找到开门的人比较多 这就是胡外林吗 他说的就是胡外林 有没有提到过 医疗资格证书的事 当时提到过一条证书 如果你要想叫他烂 你必须出几个证据 出几个证件 不然的话 你也找不着他 也解不上头 那你后来给他办了没有 当时没有罚 他又在捶 这个这个 我们说来说 给他弄了一个 国去作废的一个家的 证书是假的 这一点卫大医院 香秋市卫生局 和胡外林本人 心里都很清楚 说这个肺证 你千万要放好 不要轻易出事 因为这是 这是没有效的证件 他们说证件是假的 我们现在不要证件 我说你这都是假的 我也承认 我这个治疗情况怎么样 我的疗效怎么样 使用我们的 直接管理 我的卫生局 说了算 我考察我的专家 考察团和专家 考察团 他们说了算 我们作证件去考 我们写出报告 他们提供 写实卫生局的证件 由于中医副主任 医师的证书是假的 为了能尽快开始 作证行医 对文春报 请卫生局批准 对胡万林行医的疗效 进行两个月的考察 并将考察报告 报送卫生局 这份报告 不仅马上得到了 卫生局同意的批复 而且也让胡万林感到满意 在这份考察报告中 不仅详细列出了 胡万林所用的中药的成分 而且开列了一份 治愈患者的名单 正是这份命名为 生命医学运动疗法的考察报告 成为了胡万林 坐诊商丘的凭据 19人的考察组 在对胡万林 在卫大医院的行医情况 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察之后 做出了这份考察鉴定书 而商丘市卫生局 在得到这份鉴定书以后 立即批复了卫大医院 关于胡万林坐诊行医的申请 那么这个考察组 到底是由什么样的人来组成 又是如何对胡万林 进行考察的呢 考察团都是由什么样的人做 考察团肯定是专家组成的 有哪些专家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们 考察团的团长是 负责人是谁 考察团的团长是 卫生局辅助的 那这些人员都是由什么人员组成的 那有主任医 有副主任医 有卫师 有主治医生 有护士 有主管护士 这就是当时19人考察组的名单 名单中所列的19人中 的确有不少专家 商丘市中心医院的主治医师刘斌 担任了考察组副组长 负责具体的考察工作 他这个考察事件也就是像他这个保管长系列 就是单纯一个临床观察 所谓的临床观察 也并不是说直接观察病人 主要是观察资料 他们怎么考察的 考察就是考察我的疗效 临床疗效 考察我的配方药 有我 那你的配方都跟他们说过吗 他们都监察 怎么配药呢 这个不属于我们考察的内容 他直说临床疗效 直说临床疗效来这些来 至于他怎样看病 怎样配方 怎样检阅 怎样发油 这也不是我们考察内容 考察的时候 我不能随意离开医院 考察中间 我的一些厨房配方 必须通过医院 我有我检查 必须通过考察通过 那胡外林当时作为一个 被考察的对象 是他说了算 还是你们说了算 谁的意见更重要 难道理说应该我们说了算 但是呢 我们开始说的意见他不同意 你说了什么意见他不同意 那也就是说 临床疗效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 他所谓的这个生命 以求运动疗法来 从这个理论上挺来填滑难坠 从临床上看来 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给他说了以后来 他大骂一通 他不同意 就是说我治好的病人很多 你们为什么没有通计上 在你的意见中间 什么是疗效 疗效就是好有不好的问题 就要看病人 这个疗效 关键是看病人 病人仔细翻译 那你们根据什么来判断 就是他的疗效 主要是根据亮点 一个是来根据他们提供的 这些资料去判断 再一个来 胡外林扣书 也就是说抠述优效 给他定位优效 那这样的统计结果权威吗 这样的统计结果 你要洗考诀一下 这里边可以参加 可以有很大的出入 那当时有没有考虑到 当时没有考虑 实际上这个考察结果 我可以这样说吧 我去了以后才知道 这个医院 看来又一千奇兔子来比较大 经济上奎村比较厉害 院长来就是说 现在这个人得罪不起 要是得罪了他 那等于就是说这个医院就完了 一千万之一 也是想让我们这些人来 就是放宽一点 看来卫达医院之所以要请胡外林 主要是考虑到 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这份参了不少水分的考察报告 竟然在1998年9月 得到了商丘市卫生局同意的批复 那么这个批复 到底能否作为胡外林行医的依据呢 外地的医生到商丘来行医 应该办一些什么样的手术 那个按规定 就是外省的医生到本省来 把我们河南省来 那要报河南省回省厅 北岸批准 那胡外林做了这个屋吗 没有来得及做这个事 胡外林的考察周期有多长 两个月吧 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时间 报给省里报一报 这当时来讲吧 这个事 一个是距离这个 工作也 掰不开 另外对这个事 认识也不够称开 胡外林呢 正是凭着这份既不科学 又不去被法律效应的考察报告呢 正是成为了卫大医院的作诊医生 而卫大医院呢 也于9月26号宣布开业 就在卫大医院开业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9月28号 梁烟区的退休教师何素云 慕名找到了胡外林 紧急标语 卫大医院有无神殿 这是神话自己的一个手段 民动要把神秘医学不成的 人画一段医院修 开业三天 何素云参死卫大医院 何素云的私 与胡外林用油 油 必然联系 就算我给了油 你就是因我吃的油 我也不负责 胡外林到底如何看病 何素云究竟因何而死 请继续收看新闻调查 在卫大医院隆重的开业仪式上 商丘市卫生局长郑炳青 兴致勃勃勃地解了财 胡外林也信誓旦旦地 要在商丘大干一场 但是和其他医院不同的是 卫大医院里并没有多少 像样的医疗器械 反倒是在走廊上墙壁上 贴满了各式各样的 紧急标语和感谢信 从真格氛围来说 那是一个建设是一个圣的殿堂 从表语那是一个忽贤 忽贤 这个宣传忽贤忽贤忽是人 真格的表语像个温格起见 是个精气啊什么东西啊 正种 等于要从这个 一个正规的医院来看 不存在这样 这种医生一般的手法 就是民间的这一类乌医啊 或者是一些这种非法的医生的话 他都要通过一种制造神秘感 或者是一种气氛的手段 这手法就是说大量的紧急 或者是一些很多感谢信 这种方式都是让病人感觉到这个人 不是一般人 这个神人 那么病人就开始崇拜他 崇拜的结果就是有不少病急乱投医的患者 陆续来到了这座有如神殿的卫大医院 98年的9月 傅雷的妹妹傅春梅 因患湿网膜色素沉淀来到了卫大医院 在别人的动员下 他买了两本宣扬胡万林医术高明的书 医院里怎么会卖书呢 他们在宣传的嘛 就是说我们大师就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要了解我们大师 我们在卖的有书 你可以到这买一下 可以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 我是在这个情况下买了这个书 我母亲 我母亲现在有那个高血压病 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就看了这个书以后 他就说既然能根治头 我以后吃好 以后就不再吃药了 他就这个情况下 才来过来看病 1998年9月28日 退休教师何素云 在女儿傅春梅的陪伴下 来到了卫大医院 胡万林就在这里 当时就在这坐着 那当时这个屋子里是什么样 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上面放了一张桌子 胡万林就是面条这个门 这个这样坐着 你母亲是怎么看病的 你当时陪着她吗 我们两个一起进去的 胡大学就问我 他母亲什么病 我母亲说高血压 高血压他看了一眼 他就没再问什么 离你进去有多长时间 大概有六几秒钟吧 当时根据你的这个 灌肠的诊断手法 你判的何素云是什么病 老年中和证 当时你看他 看了多长时间以后 就确认 他有这个病 不用看多少时间 用信向神明功能 这个来观察一个人 很快就给你定下来了 一烧锅就定下来了 胡万林两秒钟 这里面呢 我觉得一个是他制造神秘的办法 就我一般人做不到 我能两秒钟看病 这是神话自己的一个手段 二一个呢 也反映他 由于他缺乏科学的知识 看病诊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我们对于病人的健康全负责 生命全负责 诊断之后你给他开药了吗 开了 但是开了他不住院 我就不熟了 把油蛋给撕掉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他住院呢 你家里出了什么毛病呢 病情变化 身体变化那些情况 医院凯不复杂 包括死亡吗 当然死亡的也不复杂了 按照胡万林的惯例 和卫达医院的规定 要想吃胡万林的药 就必须住院 否则就要与医院签订一份协议书 才能拿药 那当时协议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自愿在北院接受治疗 就是医院发现什么意外什么 就是医院的盖部副的 那您觉得就是胡万林本人 和他的医院呢 要病人签这个自保书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他就是为了 逃脱他的法律 他想逃脱他的法律责任 因为他自己没把握 他也知道这里面可能有很大危险 然后呢 你签了这个担保书 那么出了问题 他想当然的认为 靠这个可能咱们能逃脱 所以他也感觉到 他们也很冒险 这就是何素云 与胡万林签订的承诺书 因为有了这份承诺书 胡万林放心大胆地 给何素云开了药 那你有没有印象 何素云是在什么时候拿走了药 儿是爸 他是下午四点过来的 那一天你看了多少病人 那天两百多人 两百多人 那你当时把何素云的病看了以后 他不同意住院 你把处方给撕了 对 但是在两百多人之后 下午四点的时候 你还能记得那个处方 那当时那个处方的药 是什么药呢 你开的是多大剂量 他是用的是 他 早上他这个人 我记下来了 他是信息问题 这个我一句话给你说不清楚 这是要 那你当时你给你母亲 是一块领的药吗 一块领 我来的时候 他们这药都盛在几个大塑料桶里面了 就胡万林 有多少桶 有大把有五六个吧 五六个大塑料桶 都在排着 胡万林亲自发药 不同的桶里面 咬药以后再抓那个盲销 大把的状态盲销 再放在盲销里面 每个人药里面都放啊 每个人放药里面都放 你给他的药 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在里面 我给他的药 有破火 有心意 有果根 有财富 有半价 有成品 有盲销吗 有 有十开盲销 这就是何素云服用中药时 所用的药瓶 何素云去世后 河南省药品检验所 对瓶中的残留物质进行了化验 并未从中化验出 胡万林所说的 薄荷 陈皮等普通中药成分 而是含有大量的盲销 胡万林往你母亲的药里面 加了几把盲销 头一天抓到有一把盲销 把炸了一把盲销 放了一把盲销 第二天又增加了一把 第三天又增加了一把 就这样的 你赞不赞同我这样的观点 就是病人可能病是一样的 但是他病的程度可能不一样 那么用药的程度也应该不一样 有没有这个剂量的限制 有啊 必须有剂量限制 但是很多病人告诉我 你配药的时候 都是用手 我随便抓一抓 我就知道 这是进行读课 试课 能精确到课吗 能精确到课吗 一般的说就是 我说的十克 最多就是八字十克 就是最多两克之间 我们拿一点盲销 让你抓一把 我们再拿个秤来秤一秤 行 它不会超出四克 不会超出多少 四克 一般病人加多少呢 一般的是十克 盲销又名原名粉 绝名硫酸钠 在中医药件中标明 具有通便的作用 据调查 胡万林与其他医生 最大的不同 就是不管患者是谁 患什么病 他都要在药中 加入大把的盲销 这个是不是 你所有的病人 都有一种药 我长期拥有 都是一千三百五以上 从我开展 你是说一剂药里边 能有一千三百种药 必须要用 不能用消防 运动药法 要是就是一种 对生命给云药法 它不能用消防 它必须组成 强大的 强有力的 弱性对务 才能出生的人 体内部进行运动 一运动完了过后 好了吧 好像是老天爷 下了一场磅磅大游 酒喊的大地 雨后的铁 对大地 是神奇无限 那么胡万林 如此神奇的灵丹妙药 又是在哪里 怎么做出来的呢 通常中医熬药 用的是瓦罐 胡万林熬药的工具 却是铁锅 在味道一样的 每天数以百计的 病人所吃的药呢 就是用这六口 大铁锅 熬制出来的 这是一间 由旧仓库 改建的药房 在这里 除了这六口 大锅以外 既没有撑药的 伎粮工具 也没有能存放 一千三百多种 中草药的地方 那么胡万林的药 吃完以后 到底会有 吃药的白亚 这里吃药药 在一个钟头以后 完全了解 轻松愉快 又感到 脱胎换骨子干 当时你母亲 服药的反应 服药反应 头一天 反应还不太明显 还不太挺厉害 就吐了两次吧 吐了两次 拉了一次吧 可能是 第二天 第二天 就是吐了厉害 吐了厉害 拉得也厉害 非常厉害 上厨下 有多水果馆 第三天 早上是 三十号来的时候 她吃了药 她自己感觉很好 这是一个 而一个我看了 她的精神面 各方面都好起来 第四天 就是一号的时候 早上起来 她头晕得就更厉害了 头晕得更厉害 她说没法起死 是恶狼 那没法起死 我说你带着你去吧 就早上以后 我带她到这来 我们拍到的时候 我就问 我当时跟我母亲 我们两个一起进去 我母亲告诉她 我说 我说 头晕难受 心慌 就是说 心里挺难受 心慌 这是很正常的 我请谁给她拉一瓶水 拉一瓶空间水 就她发过共同水 她说 让我母亲服下 可以缓解这个病状 当时她看完病以后 我就在这一直等她 等她看完以后 我就到她站楼 跟她一起 拿了一瓶水 叫我母亲喝了 喝了以后 我们就回去了 胡大师发过公的水 并没有救得了何素云的命 1998年10月1日下午3点 傅春梅将病危的母亲 送往卫达医院抢救 但何素云已不治而亡 胡岸林称何素云的死 与她的药没有任何关系 但根据何素云去世后 商丘市公安局组织的 有关法医鉴定表明 何素云正是由于服用了 大量的盲销脱水而 这个盲销与何素云的死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专家有论证吗 专家论证结论是这样的 28号 29号 30号 何素云 练习与服用 互换力 种弱之后 出现呕吐 浮泻 电阶脂温暖 导致 心脏破裂 导致心脏破裂 致死亡 何素云死于1998年10月1日 这一天 拒卫达医院开业仅仅三天 在这期间 商丘市中心医院的急诊室 多次抢救过卫达医院转送的病人 伟大医院专的我们医院呢 情重病的话大概有十几个 这个 死亡的话大概有三四个 那从伟大医院转过来这些病人 他们主要都有些什么样的症状 都是出现上突下泄 以后就出现了病人的话呢 有了出现 这个意识不清 有了出现抽奸 这是一个共同特点 就这样 就算我给了油 你就是因我吃的油 我也不负责 最关键点 你写了自保书 你应该为病人负责人 这就是胡万林看病的关键手段 病人签下着一份份自保书 成为他自认为可以逃避罪责的护身符 从法律上来说 用这种方式签署 这种自保书 有没有法律效应 我认为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因为胡万林本人这个医生 又不是一个合法的医生 所以他并不是在法律 就是合法的基础上来做的这件事情 1999年8月20日 商丘市隋阳区检察院 以涉嫌非法刑医罪 对胡万林提起工作 最近商丘市隋阳区人民法院 将对此案开庭审理